好兄弟们 咱们下面来看到第三节合同管理 合同管理这里边总共是四幕 第一幕 施工合同履约及风险防范 第二 总包与分包合同的实施 第三 合同的变更与终止 第四 施工索赔的类型与实施 我们说在合同管理这块 应该说是我们历年来 案例的出题的大热门的章节 几乎每年在合同管理这块 都有案例题来出现 好 下面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相关的知识点 按照顺序来 先看到第一项目 合同履约以及风险防范 首先黑标题大一 施工承包合同 专业分包合同 看小一合同管理的内容 这个还没考过 简单了解 简单了解 合同管理内容都包括哪些内容 评审 合同的评审 定例 实施计划 实施控制 还有管理总结 这块实际上也是一个小的程序 就是我们合同实施的 这么一个小的程序 简单了解 好 下面看到小二 施工承包合同 括弧一 关于合同文本 说合同设文本都包括哪些内容 协议书 通用条款 专用条款 这个是和我们公共课管理课里边一样的 后边有一段话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题的靠点 我们合同文件 除了这个文本本身之外 还有哪些也是属于合同文件的 那你选 除了文本之外 还包括哪些 中标通知书 投标书及其附件 有关的标准规范以及技术文件 图纸 供量清单 工程报价单 或者是预算书 合同文件 都包括哪些 好 下面看到括弧板 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的问题 这个也是我们管理课里边讲的 大的原则 就是 时间排在后边的 更优先 也就是所谓的后发限制 众标出 众标通知书 投标击积极附录 专用合同条款 积极附件 通用合同条款 技术标准和要求 图纸 以标价供量清单 或者预算书 最后呢 是其他合同文件 时间在后边的 它是优先 排在前面 括弧三 关于 合同龙的承包人 也就是项目经理的 相关的要求 项目经理这块呢 我们 倒没有出过题 但是呢 我们讲 咱们考见导师 不管你是什么目的 你哪怕 拿出去挂靠 说我 不是 将来是待这职业 我就是为了挂靠的 即使是为了挂靠 我们也是 将来以项目经理的身份 出现在这个挂号单位 兄弟们 所以项目经理有哪些要求 这个我们作为一个基本的常识 应当知道的 将来直接影响到我们个人的实际利益的 能做哪些事 不能做哪些事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条 项目经理应当是合同当事人 所确认的原选 这个合同当事人 指的就是事工单位老板 并且在专用合同条款中 明确项目经理的名称 姓名 职称 注册 职业整数编号 联系方式 以及授权范围等实项 项目经理经承包人授权后 代表承包人 负责旅行合同 项目经理应该是承包人正式聘用的员工 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提交项目经理与承包人之间的劳动合同 以及承包人为项目经理缴纳的社保的预要证明 就是说这个 你和事务单位之间要有这个正式劳动合同的 承包人不提交上述文件的项目经理无权履行职责 发包人有权要求更换项目经理 由此增加的费用或者延误的工期 由承包人承担 项目经理要常住现场 并且每月在现场时间不得少于专用河南管约定天数 项目经理不得同时担任其他项目的项目经理 就是一个项目经理不得担任两个三个 甚至更多的项目的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确须离开现场的 应事先通知监理人 并征得发包人的书面同意 项目经理的通知中 应当载明临时代行其职责的人员的注册职业资格 管理经验等资料 该人员应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 就是项目经理说 我现在有事 家里边有事 这个回到家几天 不能在地上盯着了 那么要先通知监理 并且要征得业主的同意 那由谁来替代 替代那个人相关的资料 包括建老师的证书 这都是要满足要求的 第三 承包人需要更换项目经理的 应提前14天通知发包人及建立单位 并征得发包人书面同意 发包人要求更换不称职的项目经理的 书面通知中应当载明更换 要求更换的理由 承包人违反上述约定的 应当按照专用合同账款的约定 承担什么样 违约责任 好 这是关于项目经理的要求 我们来看几个题目 关于咱们刚才前面说这个事的 基本上都是选择题的考点 不用按例 不用这个卫生默写的 说下来文件中 属于施工承包合同文件的事 哪个是合同文件 A 中包通知书 B 设计变更申请书 C 兼理下达的整改通知书 D 工程结算文件 哪个呀 中包书吧 对吧 中包通知书 答案是A 这个还是蛮明显的 说 关于施工合同中 承包人项目经理的说法正确的是 A 项目经理经承包人授权后 代表承包人负责旅行合同 不须发包人确认 那你肯定得经过发包人确认 对不对 你跟人家干活呢 人家不认你那不行啊 B 发包人要求更换承包人项目经理 由此之家的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应该是由谁承担 由承包人承担 说明项目经理不称职 要不然好好的人家凭什么要换你 对不对 你肯定得让人糟心了 或者你干什么没干好呗 才换呢 那这个时候起来就是项目经理不称职 那业主让换 那你得换 那有此资加费用呢 承包人自己承担 C 承包人项目经理 不得同时担任其他项目的项目经理 这是对的 D 承包人项目经理 事先通知发包人可离开施工现场 这个有点看似对 但其实上不对啊 有点写的不准确 我们说通知发包人就行吗 你得首先啊 你得通知发包人 该通知也通知 通知发包人 通知监理 对吧 你还得争取人同意呢 人家不让你走呢 你就走不了 对不对 而且除了你这个同意你走之外 你还得给人家 这个找一个替你干活的项目经理 对不对 代替的临时替代的人 而且相关的资料啊 这个证书资格呀 都得满足要求的 对不对 给人提供的啊 不是说拍拍屁股 就走了 那不行 是不是 所以这个D啊 写的不准确 因此这里边只有C 而是正确的 好 下面我们来看到小三 专业工程分包合同 这块就开始讲这个总分包的职责了啊 相当于总包分包的职责 看括弯 项目施工总包单位的工作 都包括哪些内容啊 总包单位都要做什么工作 第一 向分包人提供与分包工程有关的各种证件 批件和各种相关资料 向分包人提供具备适用条件的适用场地 第二 组织分包人参加发包人组织的图纸灰尘 向分包人进行设计图纸交底 这块 这个得说一下啊 这个是从总包单位角度上讲 咱们这个原则嘛 对吧 就是业主 下边是总包 总包下边是分包 对不对 那从总包这个角度出发 他的发包人 就这个发包人指的是谁 指的就是业主呗 指的就是建议单位呗 对吧 对于总包来说 他的发包人就是建议单位啊 那这个分包人就是底下的 那就底下的这个分包啊 所以这个发包人指的是业主 建议单位 第三 提供本合同专用条款中约定的设备和设施 第四 为分包人提供所要求的施工场地和通道 第五 负责整个施工场地的管理工作 协调分包人与同一施工场地的 其他分包人之间的交叉配合 确保分包人按照经批准的 施工组设计进行施工 就是你一个场地可能有好几个分包 对吧 我可能有好几个分包 分包A 分包B 甚至分包C 那这个时候 这三家分包之间都在这干活 都在同一个施工场地干活 那么他们三个人之间都是与总包单位签订了这个合同的 对不对 那他们三个之间的这个管理协调 就是由总包单位来负责 我们管理课里边讲的总包单位负总责 对不对 好 这个是关于总包单位的工作啊 实际上原则上讲的就一个 就是给分包创造良好的施工的条件 对吧 各种各样的证件 场地 图纸 资料 通道 设备设施 管理协调 对吧 给分包创造足够的啊 良好的施工的条件 好 我们来看到分包的啊 扣除三 专业工程分包人的主要责任和义务 第一 除非合同侠管理有约定 分包人应履行并承担 总包合同中与分包有关的 发包人的所有义务与责任 挨注意 这个发包人指的是谁 这个发包人指的是谁 现在这段话是从分包人这个角度上讲的 对不对 从分包角上讲 那对于分包人来说 他的发包人是谁 他的发包人是总包 不是业总包 不是业业单位了 所以这个发包人指的是总包单位 那我分包人承担 总包 总包的所有的义务与责任 但有一个前提就是 与我这个分包工程有关的 总包的所有的义务与责任 就我把总包这个活 关于我这块我给揽过来了 我就管我这块 你总包的干的事可能很多 我只管你这一大堆里边 关于我这摊 你其他的我不管 看到没有 与分包有关的 发包人的义务与责任 同时应避免因分包人自身行为或疏漏 造成发包人违反 发包人与业主间约定的合同义务的情况的发生 第二 分包人必须服从发包人下达的或者发包人转发的监理工程师与分包工程有关的指令 这个发包人指的还是总包单位 未经发包人免许 分包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越过发包人 与业主或监理工程师发生直接工作联系 分包人不得直接致函业主或监理工程师 也不得直接接受业主或监理的指令 如分包人与业主或监理直接发生工作联系 将被视为违约并承担违约责任 这里边实际上就出现了一个我们在功课当中 管理课里边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叫做不能越级的这么一个原则 分包 总包 业主 业主有一个小弟帮他管现场的叫监理 业主还有个小伙伴给他画图的叫设计院 这里边的原则叫不能越级 他们的合同关系是分包与总包签合同 总包与业主签合同 业主和监理签合同 业主和设计院签合同 对吧 那么如果没有合同关系 就不能越级直接发生工作联系 你看 比如说分包人他服从总包的指令 但是现场是业主的现场 监理是业主的小弟 对吧 监理是业主小弟 他帮业主管现场 所以我们监理说这怎么着 这怎么着 那这个时候呢 他是要通过总包来转达 换句话讲 分包不能越过总包 直接与监理或者直接与业主发生关系 这样的话呢 就会视为违约 直接与业主或监理 或者反过来 业主或者监理直接给分包下达指令 这也是不行的 怎么办 需要经过总包来进行转达 甭管你是往上转 还是从上往下转达 都是要经过总包来转达的 不能以任何理由越过发包人 就越过总包 与监理或者业主发生工作关系 否则就是承担违约责任 这块就是不许越级 记住这个原则 兄弟们 记住这个原则 这个事啊 我们好多地方都会涉及到 就咱们第二章管理部分 有好多案例考点 都会涉及到这个事 你把这个原则记住 有好多需要背从默写的地方 就不用背了 只要记住这个原则 那个就能写出来 当然我们这里边需要强调的是 就这个不能越级的这个事 不能越级的这个事 仅限于我们理论考试 真正做项目的时候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对吧 真正做项目的时候 我们是经常 这个与业主或者监理 发生工作联系的 对不对 比如说你晚上 这个下午打牌 晚上跟监理和业主一块喝酒 是不是 喝完酒之后 完了之后 这个去这个什么0.1 对不对 去0.1了 这有可能 而且很有可能 也许总包就在现场 也许总包没在现场 你直接跟监理 跟业主去0.1了 下一个项目 你就是总包了呗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 这个现场 实际 情况和 我们这个理论的考试 在这个地方上呢 是有一点点的出路 是反着的 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指出来 考试的时候 我们就按照这个 不许越级这个原则来 好 我们来看个题目 兄弟们 说 承包人的所有义务和责任 不对 好家伙 那你承总包了 合着 对不对 总包合同中 总包合同中 与分包工程有关的 就裹这一摊 对吧 与分包工程有关的 承包人的所有义务和责任 好家伙 你管所有的的 那就是玩 没法弄了就 活没法干了 所以D不对 C 特殊情况下 分包人可不经承包人允许 直接与监理发生关系 不行 不能直接与监理发生关系 都是要经过承包人 对吧 都是要经过承包人的 凡是以任何理由 直接与监理 或者直接与业主发生关系的 这都是属于违约责任 甭关系是分包直接与业主 一建立 还是反过来 业主监理直接与分包 这也不行 从业主那边往分包这边也不行的 都是要经过总包来进行转达的 D 分包人需服从承包人转发的 监理与分包工程有关之类 这对 承包人转发 承包人就是总包 总包单位转达的 这个是可以的 所以只有D是对的 总之这块还是一个原则 就是不能越急 下面我们来看到黑标题大二 积淀工程项目分包合同范围 说积淀工程总包单位 进行专业工程分包和劳务作业分包时 应考虑以下几个方法因素 这块实际上在讲 总包把工程发出去的时候 要注意的问题 实际上这边就首先有一个 跟法规里边讲的一样的 就是哪些东西能分包 哪些东西不能分包 第一 总包合同约定的 或业主指定的分包项目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 总包要把这个事 分出去的话 要经过业主的同意 是不是 法规里边讲的吧 要经过业主的同意 你写在合同里边了 业主签字 相当于经过他同意了 或者是业主指定的 对吧 也是经过他同意的 要经过业主同意 不属于主体工程 总包单位考虑分包事工 更有利于工程进度和质量的分布工程 主体工程不能分包 是吧 就反过来 这不属于主体工程可以分包 那反而就是主体工程不能分包 一些专心较强的分布工程分包 分包单位必须具备相应的企业资质等级 以及相应的技术资格 例如锅炉 压力管道 压力容器 起重机 电梯 技术资格等等 那这个相应的技术资格 实际上就可以考 我们在第三章 特种设备里边 要讲到的相关 这几个特种设备的资质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可以考的比较强的 科奥项比较强的 就是前四个 锅炉 压力管道 压力容器和起重机 这四个的资质 科奥项相对来说比较强 特别是压力管道 尤其是压力管道的资质 这个考察相关的特种设备的资质的问题 结合背景的提示 告诉你这是什么东西 你得先判断这是哪一类别的管道 这是哪一种起重机 它需要什么资质 再进行一个判断 特别是需要有那个带那种覆盖的 对吧 带覆盖的就更得需要注意了 第二条 签订分包合同后 若分包合同与总包合同发生抵触时 应以总包合同为准 分包合同不能解除 总包单位的任何义务与责任 分包单位的任何影响到业主与总包单位间合同的违约或者疏忽 均被业主视为总包单位的违约行为 因此 总包单位必须重视并指派专人负责对分包的管理 保证分包合同和总包合同的旅行 第三 只有业主和总包单位才是总包合同的当事人 什么意思啊 就还是咱们刚才讲的那个不能越紧那事 其实说白了还是那事 再写一页 分包 总包 业主 监理 设计院 总包合同是总包单位与建议单位 就是业主之间签订的总包合同 然后我这个总包一个人吃不下 我可能找了几个分包帮我干 那你分包干活的时候 你别给总包惹事 如果你分包给总包惹事了 在现场分包干活没好好干 导致了出现了问题 出现了损失 影响到了业主的工期和这个费用了 那这个时候对于业主来说 业主我不认你分包 因为业主和分包之间是没有合同关系的 那所有由分包引出来的问题 都是由总包去擦屁股 因为分包是和总包单位签的了 签的这个合同 对于业主来说 我就张机总包 比如说分包 这个反攻干错了 反攻导致现场工期延我了三天 我供十万 那这个时候如果业主要罚款的话 导致营养总工期了 营养总工期可能会有罚款 对不对 跟总包有合同 营养总工期有罚款了 那这个时候业主是罚总包 然后你总包不能这么说 或者安利就这么说 安利就说了 这个分包出事了 然后业主要罚总包 总包说了 这是分包老张干的 跟我没关系 让你业主找老张去 这就不对 我们业主和分包之间 是没有合同关系的 所有分包的问题 导致了任何的问题 违约疏忽 都是总包单位的违约行为 分包合同不能解除 总包 分包合同不能解除 总包单位的任何义务责任 你只是把你总包单位的其中一部分事 分包出去了 但是对于我业主来说 我还是找你总包 就这意思啊 这块实际上就是在那个索赔里边考 索赔啊 在那个索赔里边考 好 我们往后接着看 兄弟们 黑标题大三 合同风险主要表现形式以及防范 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看到小二啊 合同风险防范要点 小标题 第一 规范合同行为 承进手法 第二 加强合同评审 评估管控 第三 加强索赔管理 第四 管控转移 规避 减消风险 这块是跟我们那个 就是管理课里边讲的一样 对吧 我们有比如说 呃 风险转移 是吧 这个 呃 风险管控啊 风险消减等等啊 根据这个背景的情况 描述啊 来判断我这个是风险是怎么进行处理的啊 管理课里边讲的内容 黑标大四 国际积电工程项目合同风险防范 这里边的话呢 讲了两个 这是个案例考点 兄弟们 这要会默写的 这要会默写的啊 默写标题 这要会默写标题的 标题就是这个 问题 项目所处的环境风险防范 都有什么 第一 政治风险防范 第二 市场和收益风险防范 第三 财经风险防范 第四 法律风险防范 第五 不可抗力 风险防范 看清楚人家问的是风险还是风险防范 比如人这么问 说项目所处的环境风险都有什么风险 那你就这个防范来的就不要说了 就是政治风险 市场收益风险 财经风险 法律风险 不可抗力风险 对吧 这个啊 每一种风险对应的风险防范措施都有什么 我们作为一个简单了解 作为一个简单了解 第二 叫项目实施中 自身风险防范措施 刚才是项目所处环境啊 关键词环境的风险 这个是实施中的自身的风险 都有什么风险 还是还是这个也是啊 要会写的 默设标题就行 建设风险 运营风险 记录风险管理风险 仍然是要注意看清楚人家题目问的 问的是有什么风险 还是问的是风险防范 如果问你风险防范措施 你就说建设风险防范 运营风险防范啊 就后边俩字要不要带着看背影题目 怎么问的 怎么写就行了 关键词要写对啊 好 兄弟们 我们第一项目 施工合同履约 以及风险防范 就给兄弟们介绍到这里